来参与的品牌 对不对 如果你把 年轻人带来起跪班 传统的起跪班 留了住他们吗 不会觉得有信心吗 如果有 早就留下来 连我们自己要跟我们的指令讲 今天一拜我陪一拜 你就爸爸妈妈一起去录班 我陪你 我陪你够伟大的吧 结果他一辈子 不得不得了 不得了不得了 干嘛去清洗跪班 我们才会遇到的声音变成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用愿意陪伴 都已经不足以到 我们的二代愿意来的起跪班 那是因为我们的起跪班 没有多多二代需要 不是 所以我们要看那个新的我来 那是二代愿意来的 范围或者是活动 你面临你实验看看 从临任用火事团实验人 你像临任用志工队实验人 有些人用联合青少女班 或许用附近行为班 跟休息节合作 我们尝试用不同的方式 但你就了解 火事团为什么从临任可以改成功 绝对不是两三个都讲得完 他有他的用心 他去了解学生的需要 后来实验的结果 他的火事团成功 有没有人去办火事团失败 有 像我们人等火事团 我们夭折 因为我们互略了某些环节 表面上曾经火花 还没有一段时间 在关键点里 因为我们没有空 我们好 最后我们就叮叮叮 这给我们的人 还像是一种经验 一种提醒 原来我们在半道的环节 我们太过于舒服了 是有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 然后要知首先后 我们把后面的人拿来前面做 把前面该做的 不做先后到后面去 最后我们就失败了 所以或许希望各位在谈的时候 什么该摆在前面重点 本是什么 什么该摆在前 目标应该依什么为主 我们要具体化 也许我们在座的各位自己 会觉得 我不懂那么多 但能做多少 算多少 至少已经愿意变了 或者是讲一遍 第一个找对的人来带二代 或者心道心 或者是学见 第二个 开辟适合他们的品牌 也要找对适合他们路办的时间 对不对 嗯 如果你找了时间 他们就跟你想一想 抱歉 不是要 那个时间不是 嗯 前两段讨论 很多人喜欢去管 这礼拜一公众到礼拜 已经很累了 对不对 六四是他们要休息 或者是休息的时间 那我就问啊 那现在的休息 是不是六日都在家睡觉 他是 我只有睡觉不够 我还要开着车 去外面过来 休闲一下 对不对 嗯 所以那个游览地区啊 有些利用塞车 塞得不得了 嗯 五号国道啊 北宜高速公路 一架子 塞得不得了 那是很多人去塞啊 为什么他们愿意 只为了到达我要去的利用 睡一晚都好 隔天我要说 我有去郊西耶 嗯 我有去宜蘭 嗯 为什么这样 他们就觉得值得 在北宜告诉我们 三个五小时八小时 他们愿意 嗯 而我们道场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来这边坐六小时 八小时 来心灵充斥一线 嗯 后来我们就听着想 如果来道场可以得到休闲 真正的休闲 嗯 或许他愿意来 那如果来道场只是更累 他愿意来吗 对吧 那这个时代有很多人 心灵需要休闲 需要休闲 而听道理是能提供他心灵的休息 或休闲呢 可能是一位二人 所以我们能不能满足 现在一般的人 大部分人都活得很忙碌 过得很累 那里很大的需求 是第一部分的需求 第二部分的需求 现在大部分的心灵很空虚 要去盲目追求流行 活不出自主了 自己 第二部分人才会去追求这个东西 那时候听道理 或真正的修行的功课 会对这些人具有色受力 什么样的不改 让想要学习智慧 有没有找到修行答案的人 他们会觉得你讲的是真的 你不是讲的一样 对口号 然后我都听了三年五年 我都听不到你在修什么 我们有没有自信跟他讲 你觉得我修一定会成 是来听二就成了吗 这是五个床 他听到道场的前列 我听了很多两个 你再看一看 你再看一看 你再问我 在修我的生意 没有自信 如果我们觉得导致的这么好 我们应该要有自信 我们会成 对不对 可是我发现 我们没有自信 那为什么 连我们这些干部的 都没有这么自信 其他的前景 就更不可能有自信 那什么叫做成 这个中间有需要 然后各位重新去思维 重新营造这样的一个 气氛困难 或许发现是实际的人 都很有自信 我连做资源回收 我都觉得我是做大事情 有没有这么感觉 大家都老无伤 我现在做主持人 面诺我一下 我们到场的前列 你来听课 会不会听到我很有自信 我也会成为我成无伤 没有 这个我们觉得思维 为什么我们带不出这种感觉 为什么我们带不出 大家感觉 你们还要吃飞 你们还有爱心 这是一个混为的问题 道习的问题 这是第二种平台来的 第二种程度的很在乎的平台 很困难 那一样的二代的人 心道信 你沾入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有幻语造作法 其实我们用尖被靠道 讲台了人 四位 第一大象 第二大象是财务 金钱的救客问题 这些问题 其实是我们道场 重伤了很多人 靠道了很多人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这些东西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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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做法上要注意到有些奇迹 第三个 或者要听各位分享的是 其实我们曾经用过有些二代或年轻人来带二代或年轻人 或许83年就在学界迎对应过上来 曾经学界早期叫舞蹈团 最希望的时候 舞蹈团的舞蹈名单 200语言以上 和八角英雄 当时当下觉得 哦 学界好像膨胀很快 膨胀很不错 后来我们遇到一场大考 整个学界冲散 民国九十一年后学 带着这个 我们到什么 以前去到南兴的那个 和伴大专业跟高中业 大专业或许带了四个人去 高中业带了九个人 那一年是后学系里面就抵挡的时间 那一年 整个学界冲到剩下四个人 便去录大专业 九个人便去录高中业 我们自己都搬不出 无罪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批评指责否定 这些原因 这些原因 如果我们的学界 我们的二代 带着很辛苦 做得很辛苦 我们都永远用批评 指责否定的信派 那我们要承受个结果 我们的二代 我们的学界不可能 就是这样 王宅 只是我们反思 有多少的浅显 不知不觉 就犯了这么错 去到冲特的道场 人家是把学界的孩子当宝贝 呵护了 不但的赞美肯定 给令塔 回到我们的道场 很抱歉 批评指责否定 这后续一路出来 感触非常的深刻 或许你看到 那道场的子女 去到冲特的佛事长 之后 再也不回来 他们的心魂 就被冲特的佛事长吸走 是因为别人的太好 还是我们的太暗 就是我们的失误 或许讲话 有些比重欣赏 其实我们开了很多的 班想常识 跟各位一起共同 我们今天会面临到 这个短层的果 其实是 我们在传承的过程里面 心态上一直不拉平 从而你跟他讲的 你要不要蹲下来 跟你的孩子聊天 当你的孩子 在跑马跳跳的时候 你会怎么对待呢 你批评了什么 处理了吗 不是这样子 只是指责他骂他 他夹夹夹夹夹夹 以后不能回照 但是他是不是会帮起来 还是你会呵护他 因为你知道他这个时候 他需要把他跑去 发展他的筋骨肌肉 虽然有点危险 但是身为父母的 就呵护他还多一点 虽然我们辛苦一点 但我们知道 他会一天比一天成长 有一天他的骨盒强壮的 长得越来越多 我们就高兴 对 那我们的小朋友 还在那边盲撞的时候 你看看 你做这个都没有什么 有什么道场文化 你如果没有认识做到什么 你也会做到什么 你也会做到什么 就跟我们的小朋友 还有那么懂一样 不对 可是是他成长的养分 跟过程 是不是 所以或许觉得 我们因为调节一下我们的心态 我们成立一个呵护 这些年轻人 这些二代 这些失联的 这些人的呵护 去后续跑完 我们来靠好多重 有一天 我们看着他们的成长 我们替他们找到 适合他们去路的办 或者是运动 我们在旁边呵护他 只要靠住自己 我愿路呵护他 可以办他 相信有一天 我们会看到美好的结果 或者大概简单这样说明 大概在讨论上的时候 请各位 记住 或者他讲的这些事情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好 好 感谢两次 我们今天 那个 良善的环境很重要 或许跟各位前人分享 或许接了一心的领认前五年 或许不做事 或许做了一件事而已 或许要改变一心到场的氛围 五年后一心前前之间 不会互相的负责 一心浅浅之间 不会互相的职责 一心只有藏美 五年 很难道 五段的时间 后学不断的跟我们的前辈者 长辈 不断的怎么样 讲话不要讲事 对 看到吗 好 好 好